碳酸钙吃多了会生结石吗? 张妈今年72岁,前些时候经常觉得腰酸肺痛 到医院做了骨密度检查,发现患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 医生建议张妈补钙,但是才服用了不到一星期的钙片 张妈就不敢再吃了 原来,她听到隔壁邻居说,经常吃碳酸钙会得尿露结石 那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呢? 多年来,不少人认为,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会导致泌尿系统形成结石 因为钙是结石的一种 但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后发现 这可能是人们在认知上的一个大错误 他们提出,减少肾结石危险的方法恰恰是增加钙的摄入量 大家知道,饮食中特别是蔬菜中含有大量草酸盐 一般情况下,草酸盐在肠道内与钙结合 呈草酸钙,随分便排出 如果饮食中钙的摄入不足 就会使多余草酸盐经肠腔吸收而进入血液 最终由肾脏排出 如果人体长期处于覆盖平衡状态 肾脏细胞不可避免会出现细胞反常 钙内流损伤 肾脏回吸收功能减退 尿盖排出增多 高钙尿液与尿中草酸盐结合 形成大大小小草酸盖结石 如果不济钙 而是采取补钙措施 尤其是补充水溶性钙剂 那么,在胃肠道中与饮食中 草酸盐结合成草酸盖随分便排出 另外,补充足量的钙可扭转负盖平衡 肾脏回吸收功能正常 尿盖排出减少 结石的可能性也减少 医师建议 骨质疏松患者每天的钙摄入量 应在1000至1200毫克 钙片最好能在餐中服用 这样不仅能够增加钙的吸收 对于尿路结石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总之,平时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 无需担心会产生尿路结石 根王钙地是以无污染地区 深海牡利壳为主要原料 经过1200度高温炼烧 其碳酸钙含量预99% 并添加维生素D3 可促进小肠钙吸收 改善骨骼坚硬度 骨折腰酸背痛 骨软化等 它把碳酸钙微粉化处理 解决钙制剂难以溶解的问题 预防产生便秘 结石等问题 根王钙地120片加30片免费 售价新币38 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 您好 如果您在马来西亚要购买产品 可以直接上网订购 您可以加我WhatsApp 以了解更多详情 或加Facebook关注我 我们期待您的会顾